广东人喜欢喝汤 包汤 包来或量汤 几乎是每个广东里人都要学会的技能 今天 厨子分享的是一道药膳水牙汤 有知音补肾 补气 清热 解毒的功效 准备的食材药 水牙抑制 药材油 沙生 挡生 玉竹 当归 白纸 红枣 枸杞 辅料油 姜片 料酒 将水牙整理好 放入砂锅内 依次放入各种药材 再放入姜片和料酒 三辈子 昔料油 洞刀 比较好 砂锅煮红浆水 大火烧开,撇去浮沫 转红火,小火煲上三个小时 调入少许盐,撒上少许枸杞 再红火煲上五分钟 这道美味鲜香,营养滋补的水鸭糖就做好了 水鸭一定要选用比较瘦的鸭子 如果鸭子浇肥,在煲汤过程中一定要打去浮游 一次性加足汤水,中途不得加水 老火亮汤除少许盐外,不得加任何的鸡精、味精 厨子今天的美食分享就到这里 更多更好建议,欢迎视频下方留言交流 厨子说菜,一个分享美食与做菜心得的地方 免得关注,是厨子创作的动力 我是厨子,谢谢大家